各位观众 欢迎您收看中国新闻01台 我是吴迪 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今天和中国有关的新闻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开票过程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他不仅对美国人是这样 对大洋彼岸的中国民众来说也是如此 中国民众对这场令人激动的超级绝伦的赛事 投入了罕见的热情 不过总体上看 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这次大选相当冷淡 这大致符合中共的态度 有消息说 中共向媒体下达了指令 要求媒体控制报道的尺度和内容 对有关美国大选的新闻必须经过统一安排 要以转发新华社的报道为主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共下达的通知说 对于美国大选不得擅自转载外媒 不得跟进报道 要按照我国发言人就相关情况的表态进行报道 不得激化过激情绪 防止舆论炒热走偏 严防反对美国 抵制美国等煽动性行动性的信息 另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 结果尚未确定 而美国的大选是美国内政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持立场 汪文斌虽然表示对美国选举不持立场 但从中共最近几个月的表现来看 他们似乎对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更有好感 美国和中国展开的贸易战 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 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持续性施压 都让中共对特朗普已经不抱希望 一些分析人士称 习近平希望白宫更换主人 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压力 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中共的控制下 中国的网络 电视和官方报纸上 出现了大量有关美国大选的负面新闻 比如人民日报报道 美国商家封钉门窗 在纷乱中迎来大选 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 先前街头骚乱的旧片 环球网则发表 这次美国大选坑了全世界等文章 但是在社交媒体上 除了转发一些新华社的通稿外 公众号和个人用户 多少也发出了一些报道和评论 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 今日头条 也出现了不少跟踪美国投票 和开票进程的持续性报道 至于中国官方媒体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他在这个时刻是不会缺席的 胡锡进跑推特上制造虚假消息 抹黑美国大选 他发出了一条推文 描述了美国一些店铺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骚乱 而在店铺门上盯上了木板的情形 他的推文说 这种骚乱通常是贫穷国家选举的综合症 但是人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在美国出现 美国正在堕落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 有一淡化对美国大选的报道 但中国大陆的网民 却对有关资讯极度饥渴 根据大选日当晚的数据 标注了美国大选的微博话题 阅读量达到了48.5亿次 远远抛离排行第一的蚂蚁集团 暂缓上市约9.7亿次的阅读量 但是美国大选话题如此之高的阅读量 却在微博热门话题榜上 只能排第11位 这显示了微博在人为的操控排位 刻意淡化大陆网民的关注 以及谈论美国大选的热度 蚂蚁集团原定于本周四 在上海香港两地同时上市 但现在突然被中国监管部门叫停 那么未来蚂蚁集团IPO的前景到底如何呢 今天中国监管部门给出了说法 中国监管部门刚刚通知蚂蚁集团 要求他们在达到本月初 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的新的资本要求 以及其他规定后 才能推进首次公开募股IPO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因消息未公开而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 蚂蚁集团必须做出调整 包括为小额贷款部门增加资本 同时必须为小额贷款部门的全国运营 重新申请拍照 小额贷款部门是蚂蚁集团最重要的业务部门 是蚂蚁集团金融业务的主要支撑 这篇报道说 目前还不清楚蚂蚁集团 需要做多大程度的调整 才能满足所有新规要求 市场广泛期待了几个月之久的新规 于11月1号生效 旨在遏制金融控股公司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蚂蚁集团和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代表 都无法在非工作时间 就这件事进行评论 蚂蚁集团 A股及H股上市 现在突然被叫停 这个消息震惊了全球 外界一度认为 这于10月24号 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演讲 批评中国当前的 金融监管思维落后的言论有关 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 新华社 昨天更是刊登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 话不可随口 事不可随心 人不可随意 而且配图是一副天空中的马行云朵 这使得人不得不产生联想 据苹果日报报道 这篇由新华社主播吴伟玲撰写的文章写道 说话过脑子 不放纵自己的语言 才是一个人高情商的表现 说话是一门艺术 不随便说话是一种智慧 高情商的人早就明白 有些事不能随便做 有些话不可随口说 除了列出不同的例子 文章还写道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选择随心而行 因为一旦盲目行动 结果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还要付出不小代价 看过这样一句话 毁掉一个人的最快方式 就是让他随心所欲的生活 你以为遵从内心是一种快乐 而结果却成为了快乐的阻碍 你以为随心而行是一种自由 但结果却成为了自由的束缚 任何事情背后都有代价 如果没有资本 就不要随心所欲 文章最后写道 做人有分寸 做事有底线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认真对待他 他才会认真对待你 在文章的结尾处 有一幅配图 画的是马行的云朵 所以将这篇文章和马云在上海论坛的言论 以及马云被约谈 蚂蚁集团被终止上市等事件串联在一起 不难让人觉得整篇文章就是特别针对马云而写的 只是没有公开点名而已 除了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外 人民日报昨天也刊登了中国银保监会 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部 二级巡视员侯宇瑶瑶的署名文章 重申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前的谈话 金融管理工作就是要做到 管住人 看住钱 扎牢制度防火墙 新华社的矛头不仅对准了马云 也同样对准了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 昨天新华社发文批评特斯拉在中国 召回存在安全风险的车辆后 却向美国官方否认车辆有问题 还把责任甩锅给中国监管部门施压 中国车主滥用 文章说 对于特斯拉这种无礼和傲慢 绝不能惯着 特斯拉中国日前宣布 召回生产日期在2013年9月17号 至2017年8月16号期间 进口的两款电动车 共计29,193辆 特斯拉中国称 这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 在经受较大的外部冲击时 前悬吊的后连杆球头螺栓 会产生初始练纹 继续使用车辆时 练纹可能会出现延展 并导致球头螺栓断裂 在极端情况下 球头锥形座可能会从转向节中拖出 影响车辆的操控 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存在安全风险 但据新浪科技报道 特斯拉法务顾问米基提尤克 事后发信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否认在中国召回的车辆 悬吊系统存在风险 并指出 全球各地所销售的车辆 使用的都是相同的悬调 但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仍然强制特斯拉进行车辆召回 虽然特斯拉不认同这个看法 但决定对这次召回不进行争论 这封信中还说 特斯拉认为零件损坏的根本原因 可能是驾驶员的滥用 例如驾驶使用不当 此外悬挂损坏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 如果车主出现了诸如路边撞击 严重的坑洞撞击等滥用的情况 零件就有可能损坏 特斯拉同时表示 对中国以外的市场相关问题的发生率不到0.05% 但在中国市场则达到了0.1% 对此 新华社发表了上述文章 对特斯拉的这种说法进行了批评 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 今年在中国国内招聘员工总数 已经接近了3万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字节跳动目前还计划在年底前 再开放1万个工作岗位 招聘完成以后 字节跳动的员工总数将会突破10万人 第三方招聘网站显示 在职位上 字节跳动的新增工作岗位 主要集中在教育 游戏和电商等新兴业务领域 在地域上 除了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一线城市 字节跳动同时在武汉 成都 杭州 南京 西安 厦门 重庆 太原和郑州等二线城市 持续扩大团队业务规模 团队规模的急剧增长 直接带来办公楼的短缺 今年以来 字节跳动在中国大陆买地买楼的新闻时有传出 6月份时 字节跳动以10.82亿元的价格 买下了位于深圳后海总部基地的一宗商业用地 用于盖办公楼 日前 字节跳动又正式启用了北京北三环 方恒时尚中心作为一处办公地点 据报道 字节跳动购置这幢写字楼的成本 约50亿元人民币 作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互联网公司 字节跳动十分受互联网人才的青睐 根据默默数据研究院报告 字节跳动是2020年刚毕业的职场新人 去向最多的公司 就在中国电商全力备战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之际 著名互联网公司网易旗下的购物平台 网易严选 昨晚却开出了第一枪 宣布退出今年的双十一大战 将自行退出价格保证一整年的优惠商品 他们通过微博发表声明宣布 网易不再做复杂的购物玩法 网易的声明称 疫情后的第一个双十一他们反复思考 是该花明天的钱为今天的欲望买单 还是回归初心买对的不买贵的 声明称 有人说推销灭火器的时候 要从放一把火开始 消费主义的火焰正在不停的为消费升温 每到双十一展现在眼前的是 营销策略下一波又一波的集体高潮 那些煽动人性的文字游戏 无孔不入的商业信息 不断刷新的剁手资料 记录着所谓的狂欢 中国双十一购物节销售额虽然年年创新高 但各家电商平台繁琐复杂的优惠规则 一直为消费者所诟病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提出警告说 双十一活动商品品质问题很多 消费者应该提防商家促销花招 避开消费陷阱 对于网易的这份声明 中国的网友们评价不一 有网友表示很好就喜欢这种简单点的 但也有网友表示说退出其实并没有真退出 另类营销手段还顺便踩了一脚竞争对手 全球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 今天发布了中国直播电商趋势解读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 迎来了全面的爆发 预计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规模 将会达到9610亿元人民币 据中心社的报道 官方统计显示 截至2020年3月 中国的网购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7.1亿人 去年线上零售交易额达到了10万亿元 占总零售额的25% 2018年以来 直播电商一军突起 尼尔森线上调研结果显示 49%的消费者过去半年 曾经使用过网络直播购物 从性别上来看 54%的直播购物用户为女性 46%为男性 从城市级别来看 网络直播在各线城市 都有相当一部分用户 45%的直播购物用户来自一二线城市 55%则来自三线以下的城市 报告预计 2020年直播电商规模将会达到9610亿元 占中国电商整体规模的10% 电商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2.65亿 占直播用户的47.3% 尼尔森中国区总裁贾斯汀指出 庞大的消费群体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促使线上渠道创新不断 从C2C B2C 到垂直电商 跨境电商 再到社交电商 O2O商超 直播电商 玩法越来越多样化 直播电商的发展壮大 为品牌营销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未来将成为各大品牌商新的营销战场 好 各位观众 这期的中国新闻01到这里就结束了 吴迪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